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2日,NBA季前赛已经开始了,这对于球队来说,是检验这次休赛期交易过来,球员实力的好时段。 一般来说,季前赛有的球队的主力球员不会经常上场,更多的时间会给球队的新人以及篮领来训练手感。 例如今天胡人对阵快船的比赛中,詹姆斯和农梅哥都没有出战,而伦纳德一样无心恋战,全场就得到了三分。 但是季前赛其实相当于正规比赛前的表演,这轮系列赛是让球员在休息之后,能够较快地重新适应球场上的动态。 众所周知,在经过上个赛季自由市场的大变革之后,很多球队的模样都变了,有的变强有的变弱。 只不过,最近这段时间,有一位知名球星的言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。 他就是欧文·詹姆斯的前队友,也是冠军兄弟。 不过在离开骑士之后,欧文就一直想证明自己也能够有当老大的资本。 可惜在绿军的两年,他饱受质疑,并且球队之中的年轻球员对他都不是特别的福气。 离开绿军之后,如今他和杜兰特联手,这样的王炸组合其实也十分强势。 但球队之中,杜兰特和欧文谁是老大,这就不好判断了。 而NBA官方昨日宣布,布鲁克林篮网队和球星欧文因为违反NBA媒体采访首则,分别被处以25000美元罚款。 这使得很多球迷惊讶。 其实熟悉欧文的球迷应该知道,他并不是一个很会在公众场合说话的人。 而在今天,欧文更新个人社交媒体Instagram,他称媒体是走卒。 这个消息一出来,欧文又火了,他的言论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很多球迷说欧文是不是真的没情商,要知道他是一位知名人物,但说起话来如此的随意。 此前他将詹姆斯的社交媒体账号取消了关注,那个时候就有球迷认为欧文太过于小气。 而詹姆斯的前队友凯文勒福,在接受美联社记者Tom Weathers采访时,说道, 把任何人称为,走卒绝对都是,不尊重人的表现。 我理解凯里,欧文,试图在,改变一些人意图。 当然,我不是一个,想要制造矛盾的人,这就是我的观点。 乐福的意思,简单点说就是,认为欧文这次的言语,有些不尊重人。 我们能够看出来,欧文内心,其实十分想要证明自己。 但是他证明自己的方式,可能有些问题,这才导致很多媒体,和球迷有的时候,会误会他。 如今关于欧文的,负面消息不少,但相信,如果他新赛季,能够给出一个不错的成绩。 这些话,都会消失。 不过不得不说,欧文确实应该,提高下他自己的情商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